今天我們都是第一次來的朋友們 那簡單說一下為什麼現在獲得短講時間呢 是因為大家上午應該都吃飽喝足了嘛 所以需要提升勤勞一下 所以接下來我們會安排四個短講的時間 那每一個人會有八分鐘一樣會計時 那 就希望讓大家可以多聽一些有趣的主題 那今天第一位講者 然後是威士忌 然後他又講了主題詞 我剛才還沒有看 但應該是跟下一部再講 我剛剛才BQ上來 好 因為他看起來他要講的主題是Data.9 那 我剛才講得很棒 那我們就掌聲歡迎第一位講了 好 我一般會講超過幾天 可是今天保證絕對不會講超過八分鐘 那個 對 四分鐘就要給那個慕約講的 所以我只要講四分鐘嗎 那個 等一下 我要講的是Data.9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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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那我猜在座 把資料做完處理之後 所以說他和你們關係其實基本設定 那他的最新消息等等的話 也不會有去看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把資料設掉 因為從來沒有擔心過他 那我們現在有一萬將你三千筆資料 那這一萬三千筆資料的話 我相信絕大多數人會告訴我說 這裡面很多垃圾 對不對 超多 超多垃圾對不對 那如果 我假裝我是法務部的人 所以你告訴我垃圾 什麼叫做垃圾 我好不容易擠出了兩千多筆資料 上來給你們 結果你們告訴我都是垃圾 這讓我親眼 可以 他好啊 他說他知道我想什麼就好 就是說在這個網站上面 他其實跟所謂的社群 在所謂的資料的資料上 他真的設計得比方便要爛 那也不是廠商的問題 那和所謂的各國移動資料 有關係 那我都知道今年我們是第一名 台湾 No.1 你準準虛我一下 今年我們是第一名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我怎麼要反應 對 虛一下就可以了 說 我們是第一名 我們已經看到這個 看這些筆資料 我們是第一名 好 好 我已經到這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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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基胸掉兩分鐘 哈哈哈哈 其實不必要做時間 我這樣說 好 所以說明年 嗯 明年我是這個計畫 的顧問 哦 你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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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做 明年做 做得不好的話 你就罵你了 不關我的事 哈哈哈哈 我只是在旁邊處罪的人而已 所以是 發那個廠商要負責任 發錢 馬上就是發我 但是 但是 我可以 建議他們要做什麼 那 明年其實會有幾個 比較有趣的案子 第一個是 資料評比 我們終於來看看 所謂的 一萬三千筆資料 有多少筆是垃圾 看為什麼是垃圾 那資料評比的部分的話 因為 目前 我們真的不知道 這一萬三千筆資料 有什麼東西 我們只知道垃圾很多而已 接下來 我就一條一條跳出來說 到底哪些東西叫做垃圾 馬上也比較垃圾 所以明年的話 會制定一些標準的規範 來看所謂資料的內容 那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 羅倫已經在做了 那今天其實Petty要講的東西 或說 剛剛另外手下講的 LendingPatch的東西 都會講的一塊東西 就是說每個資料集 它該有怎樣的內容 下面聽寫東西 到底跟它的內容是相符的 和每個資料集 到底可不可以 真的實用性太多大 我們要評一下這份數 那評分數的話 好 有一個標準和規範 明天要在想 所以如果大家有個想法的話 其實可以告訴我們 你們希望在所謂的明年 政府如果把所謂的垃圾跳掉 請你告訴我 還有2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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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第二個 這是平平的地方 第二個我們要小心一次 政府的網站 是醜還是不好看 可是政府最主要 政府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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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們其實很難 在上面找到 我們要的東西 所以它重點是 所以它重點是 你就說我今天會超過 可是今天不會超過 八分鐘 那 所以說 它的醜 和 好 醜是另外一回事 它的不好看 這個網站 好像還OK吧 只要在座應該很多人不滿意 可是這網站 只要你們出入 認為的關鍵是去搜尋的話 我趕緊保證 你們絕對找不到 你要的東西 真的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網站其實不好用 當我們有 13000資料的時候 那個搜尋公文 甚至完全無法 回應我們的需求 才該怎麼做 其實我們有所謂的 Meta Data 在表述每個資料 那只要有用過 政府網站上的資料 你都知道說 我們被他在網站上都是放屁 所以這樣的描述 你從來不知道他在描述什麼鬼 你從來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東西 知道他到底在用什麼東西 被收集回來 用在什麼地方 他適用範圍等等的話 你終於看不到 甚至於說 原本在放在網站上 說不定 保護不容易放在網站上 你還知道說 他從來會出外的 放到這網站上之後 變成資料集中 包成一包 你就只要下載回去的話 你看完 也是不知道他在講什麼鬼 好 我們想做的事情在這邊 我們希望能夠把政府的網站上面 每一個 每一欄 每個內容 都把它可視化 都把它結構化 有信物稿 信物稿是最多的東西 對不對 信物稿可以拿來做什麼 有人想過信物稿可以拿來做什麼嗎 非是不可文字雲 文字雲是一個 的確是 你就可以發現 我們的政府 從以前到現在 都在講拼經濟 而這個拼經濟 你會發現 不是只有經濟部在講拼經濟而已 教育部都有講拼經濟 我們教育部講拼經濟 我們的文化部有拼經濟 我們勞動部也有拼經濟 我們是一個全民在拼經濟的國家 這些真的可以從所謂信物稿你看得到 因為它會講這種東西 而你要分析這些文件的話 你必須要把信物稿結構化過 你要知道說 從裡面做篩選 做分析 做所謂的文字開開等等 那這些東西的話 就是我們想做的東西 把每個網站上的每一塊 每一塊的內容 結構化之後 制定相關的媒體檔 把它放在網站上的時候 裡面知道寫可發射進來 就可以知道哪一塊在講什麼東西 就可以把它拿去使用 就可以知道說每一塊 到底可以怎麼去 變成一個資料型的概念 這是第二塊 好 直接吧 一整塊 幹好 那第三塊 你有什麼想法 第三塊還要講的東西 事情是 我剛才講的 這個網站跟你們有什麼關係 基本上是零 你們要取資料的話 兩種方法 一個把它下載回去 那下載回去的話 其實你們拿去做什麼東西 我們就不知道 所以我們其實我的想法是政府 那政府很想知道你們 把他拿去做什麼事情 那第二塊是 要不然你們用API的方式 好API可以追蹤到所謂的使用量 可是基本上 在這裡面很多 如果不是非即時性的資料的時候 你不會去用API 那我們就想到一個東西 這個網站 事實上是給開發者看的 不是給一般人看的 我們需要是跟社群建立連結 那怎麼幫跟社群建立連結 我們會在明年設計一個叫做 Export到Github的功能 每個資料集 它其實會有功能叫做 Export到Github 你可以把資料集 不用下載到你的網站上 到下載你的電腦裡面去 你可以把Export到你的Github商號裡面去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因為越來越多人 用Github來管理資料 好處是 每個資料集 你可以把它擴充 你可以把它做修改 你可以把它做加強 例如說 通通射手好了 這不是好意思 來來來來 還有時間 好 一直講不出來 不管 有 U-Bike 我要講到U-Bike資料 U-Bike資料 你現在可以找到 有完整的U-Bike資料 每個站點資料 多少 再多30秒鐘 但是 它缺一個 最重要最重要的東西 叫什麼 它沒有錯標 一般的資料 其實沒有錯標 外面 有人在Github上面 有人做過 專案的錯標 每個站點錯標 我那時候其實在外面找到 找到說 有個錯標之後 就可以很快速 撐出我的圖 出來了 可是資料 你能叫說 台北市政府把資料倒回去嗎 基本上他們不會做這種事情 比如說 我們在外面其實有更好品質的資料 而這更好品質的資料 是可以造福更多人 政府絕對不會來做 所以說 通過把資料 export到Github之後 其實我們希望看到兩件事情 一個是 這資料真的可以活下去 可以活得更漂亮 更好 更多人去使用它 第二個事情 我們希望透過所謂 關注每個Github帳號的活躍度 它的被Folk程度 被關注的程度 所謂上面的那個 Fold Request的程度 來告訴政府說 你到底該怎麼做你的資料才對 因為外面是這樣在看資料 如果透過Github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把關係真的建立起來 三件事情 我希望明年大家看這網站的時候 去說說 好 這真的和我們有關係的 而不像今天一樣 這真的和我們完全沒有關係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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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